花蓮县政府为了鼓励县内休闲农业业者 积极提升农油的服务品质 和扩大对外合作串联 举办了第二届体验活动金纸奖竞赛 日前在花蓮火车站进行金纸奖成果颁奖活动 也邀请在地旅游先进和休闲产业的业者来参加 由县政府带头要齐力推动花蓮在地主题农油 花蓮县政府办理的第二届体验活动金纸奖竞赛 以串联食农及低碳为竞赛主轴 要求业者必须搭配串联两家以上不同的农油行程 期望业者在自我服务品质精进过程中 也能带动地方产业的活络发展 那其实永续是花蓮的日常 这其实是县长常常挂在嘴边 也努力让我们一起实践的 那这一次的金智江体验活动 其实我们跟上一届不同的是 我们突破了可能单一点跟休区内的一个限制 我们开放到非休区的一个伙伴们 可以一起来参与竞赛 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合作的精神 让永续的教育跟我们实能的教育 还有低碳一起来结合 希望透过这样的实践方式 让大家可以更知道说 花蓮的好在哪里 那也感谢我们旅行社的代表 一起来到花蓮 那包括像我们评审过程当中 有我们包括像是原森旅行社的 食育协会的 透过不同专家学着一个实作体验 那我也有现场去一起做一个体验的一个观察 那希望说透过这些老师们的指导 让大家知道说怎么样把游层更激化 那怎么样食农教育 让更多的人知道 在这次的活动当中 是由东风休闲农业区 查研官社获得第一名 第二名则是罗山休闲农业区 满步情生活 而第三名是寿风休闲农业区 在丰田遇见香草 从即日起一直到11月27号 都会在花蓮火车站三楼近站闸口 进行获奖行程的特色农友展示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把握机会前往参观 记者许立琴 花蓮市报导